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三月底他就突然就没精神了 然后也不笑了 你怎么逗他他也不笑 然后脸色就嘴唇就突然变得很苍白 然后就去了我们湖北省富佑 去那边查了反正雪藏规特别不正常 要挽救医医是非常难的 因为白血病是人体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 人体是由六百到一千万亿个细胞组成 这些细胞分为两百多种 各种各样的细胞 组成我们的皮肤 骨骼 肌肉及其他器官和组织 它们各司其职 分工协作 是人体这个大机器 高效运行 人的血管里就充满着各种血细胞 它们是红细胞 白细胞和血小板 这些细胞都由造血干细胞分化生产而来 生产车间就在骨髓里 而每一次生产都遵守严格的工期 比如红细胞120天更新一次 血小板7到9天更新一次 白细胞种类较多 短的几小时 长的要几个月才被制造出来 通常所有血细胞的幼年及成长阶段 都只在骨髓里完成 而一一的血细胞生产规律被打乱了 只有发育成熟的血细胞 才会从骨髓进入到血管 但是一一体内的白细胞 不管新生的和成熟的 全都跑进了血管里 白细胞帮助人体 早清入侵的细菌和病毒 它是人体免疫的第一大屏障 数量太多 白细胞丧失识别能力 它们会将正常细胞也一并消灭 于是 原本附于人体的白细胞 此时就变成了癌细胞 如果不尽快救治 不出半年 医医就会夭折 对付医医的癌细胞 医生用过化疗的方式 但很快 癌细胞又复发了 最后 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 那么它的原理是 利用正常人的免疫细胞 去攻击体内残留的肿瘤细胞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是能够救最危险的病人 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和人一样 细胞会经历新生和成长 它也会遭遇意外和创伤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九岁的女孩 扣子 扣子原本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但是在一次和好朋友玩游戏时 无声落入深井 溺水半小时后 昏迷的扣子虽然被抢救过来 但是她已经变傻了 吃饿和拉撒都不会 不知道 广辉就是看到你 广辉哭 还有两个胳膊乱动 就是上下动 看着眼睛睁开 但是她不看你 她不认识人 什么都不知道 人的大脑只有上千一个神经细胞构成 它像一个巨大的电脑 电路通畅 大脑才运行正常 现在扣子溺水后 大脑缺氧 脑细胞受损和死亡 导致电路不通 大脑也就无法工作 现在扣子的症状 就像脑瘫智障的孩子一样 因为脑细胞受损 她只能发出 无意识哭叫 总的判斗 我觉得我们采用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一种 叫做自体外周血 骨髓单核细胞的介入治疗的方法 应该很合适 骨髓单核细胞是造血干细胞进一步分化出来的一类细胞 打入动员药物后 它们会被调动起来进入到外周血 从外周血静脉血管里将它们提取分离出来 然后通过导管进入手术将它们输入到脑部 手术过程并不复杂 但要期待这些细胞激活扣子的脑细胞 妈妈在期待新的治疗方法能改变扣子 未来的人生轨迹 而此时 一位德国医生想利用细胞的神奇特点 来治疗一种罕见疾病 53岁的成禄是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 成禄是个成功的商人 但是他在床上已经躺了三年 原因是三年前 他患上了世界罕见的多系统萎缩症 神经细胞大面积病变和死亡 导致它丧失了说话和写字能力 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 医生希望利用PPC细胞来对它进行治疗 我把单核细胞转化成原始状态的细胞后 它具有了干细胞的能力 并且能发挥作用 科学界已经知道 如果进行细胞治疗 最好的细胞来源是胚胎干细胞 因为它是万能的 是可以分化成任何细胞的细胞 但出于伦理法律等问题 人们无法轻易获取胚胎干细胞 那么要修复成禄的神经细胞 该怎么做呢 反德里希教授从成禄体内分离出一种单核细胞 经特定培养后 它具有了与干细胞相似的能力 它把它叫做PPC 它希望PPC细胞能让成禄重新站起来 成禄是因为自身病变造成了细胞萎缩和死亡 那么人体细胞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导致发生什么疾病呢 王志祥是内蒙古的一位教师 40岁的他正值生活和事业的上升期 没想到竟在胃里发现一个肿瘤 经检查 这不是普通的胃部肿瘤 而是一个淋巴瘤 医生无法备齐进行手术切除 因为淋巴瘤本身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疾病 在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有 之所以不能进行手术 就是因为手术之后不起作用 你把胃上的切掉了 那别的部位你不可能把人的所有的器官都切干净 为了控制恶性淋巴瘤的生长 医生曾采取常规化疗的办法 但是不久之后肿瘤复发了 医生分析 王志祥体内的免疫细胞功能极其退化 以丧失战斗力 即使反复治疗 新的淋巴瘤还是会此消彼长 因此无奈之下 医生最后决定用CIK免疫疗法试一下 CIK它是一个叫做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 英文缩写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个报道的 CIK它的原理是提取自身的淋巴细胞 在体外用药物刺激 让它产生对肿瘤细胞更强的杀伤能力 然后再输给病人自己 一一等待的时间已经足够长 中华骨髓库里没有找到和她配信成功的工者 如此一来 最后的希望就落在一一的妈妈和爸爸身上 综合比较各方面情况 医生最终决定 让一一妈妈作为工者 为一一进行半江河骨髓移植 半江河比全江河的骨髓移植风险更高 出现的排异反应会更大 但起码一一现在有了生存的希望 一一在无军餐里待了十五天 在接受前妻的移植准备之后 一一和妈妈要在三天的时间里进行骨髓移植 而扣子需要做的是骨髓单核细胞的介入治疗 由于一次手术不能一步到位 医生计划用四次手术做完 第一次手术顺利进行 就在术后的第十天 妈妈发现奇迹出现了 回来做的第几天 第十天 不是第九天的时候 我发现我发现我说舌头冻了 会舔嘴尘了 然后就第十三天十四天 一天一个样 一天一个变 慢慢会吃会咽 嘴会咬了 这是扣子溺水事故四个月之后 第一次微笑 虽然短暂 却让饱受折磨的妈妈看到了希望 回来第二次手术 回来第十天吧 第十天不是十一天 第一上午会说鱼 下午就说会说阿姨 他就说阿鱼 然后睡了一个晚上 回来第二天 奶奶爷爷什么都回觉 第三次做完手术 我拉着他两个手 在后面架着他 他会走 然后就是 再往后来 就是一个 我一个手拉着他 一个手走 这回回来 我妈妈 由造血干细胞进一步分化而来的骨髓单核细胞 它们像种子一样被植入大脑 从扣子身上看到的行为和语言能力的进步 让人们认识到了这些细胞的超强能力 2012月2月 范德里希教授被承露第一次输注PPC细胞 三个月后 承露妻子的脸上 终于展露出笑 她现在进步很大 她的语言逻辑性的 跟她的语言主持有力 就比以前多很多 以前是三个字两个字的说 现在可以一句一句的说 然后她的英文恢复得非常好 她每天会跟国外共识的共通 PPC细胞进入体内到达脑部 它们就像干细胞一样 在适当条件下 分化成为神经细胞 此时 承露的大脑里 新生细胞就像电线 使大脑重新连接 开始运转 实验室里 医生将癌细胞染成暗红色 CIK细胞染成绿色 绿色的CIK 全都聚集在癌细胞周围 医生发现 癌细胞越大时 周围聚集的绿色军团就越多 这个杀伤效率是非常高的 12个小时之内 是能杀死80%的 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95%的重量细胞 全部被能杀伤 感觉都好像是有 体质就要 比美术之前要有精神 周围也好像不是那么 跟画了 软了 那时候 我和外人还去 那个天安门广场 去转了一走 王志祥的体力在回升 八个疗程后 他体内到处复发的 淋花瘤 全都消失不见了 扣子恢复的情况 也越来越好 在做了最后一次 骨髓单核细胞的介入治疗后 他的自理能力大大增强 扣子是幸运的 小依依也同样幸运 2012年9月 妈妈的燥雀干细胞 移植到依依体内 成功移植一个月后 依依病情稳定 终于出院 2013年4月27日 已经一岁半的依依 又回到上海盗部医院 进行复查随访 距离发病到现在 依依顽强地 走过一年时间 妈妈的造血干细胞 在依依体内 重建了血液系统 目前 血细胞的各项检查 基本正常 骨髓移植 它的一般的随访期 是国际上通常定为两年 因为两年之后的复发率 通常不到5% 所以如果两年不复发 就近似认为 这个孩子是治愈的 当然我们希望 它随访能够终身的治愈 参与人体活动的细胞 如此之多 问题层出不穷 并用细胞自身的力量 化解细胞自身的问题 已取得了一些效果 如今 扣子已恢复了 往日的效忠 躺了三年的成路 已可以下床活动 王志祥的癌症 竟然止愈 一个个奇迹 突就了 通往梦想的路 但从长远来看 这些治疗技术 仍需要时间的检验 不过在世界范围内 目前公认最成熟的技术 还是造血干细胞的应用 不过第一例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人 今年已经71岁 手术至今存活了50年 是世界上生存时间最长的 一个移植病例 小依依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种先进的技术 保住了可爱的生命